民营党高雄市凤山区立委许志杰 由于争取2026高中市长提名 但是罢免许志杰 联署总部发起人猪类 正式宣布启动罢劫行动 他不满许志杰在凤山26年 但是让发展退步 现在还想要来代职参选市长 试问有经过30多万凤山市民同意 当人民诉交吗 如果不自行辞职 就请人民罢免他 那么许志杰说会正面迎战 不会畏惧 再看到很多公民团体 现在酝酿针对国民党立法委员发动罢免 最近已经开始宣传号召联署 海北市员洪汉宁认为 要说这些公民团体背后没有政党支援 就恐怕让人难以相信 我们带你来看他怎么说 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 闲来没事干的公民团体 任何一个正常的上班族 他都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事业要忙 顶多在下班的时候 能够帮你站在路边发发文宣 一般人怎么会知道说 那我应该要先搞个网站 然后我要有个小编 然后来每天来po个图文 然后我还知道我要渗入到 这个邻里的背后 去做一些动员跟宣传 这当然背后 如果没有一个有政治 sense 或有从政经验的人在背后指导 你说一般人要这么做 说不过去 最可疑的就是 这些人是谁呀 你们没有工作的吗 你们不用上班的吗 你们的钱从哪里来呢 或包含先前罢免谢国良的那些人士 也是所谓的公民团体 都不用工作的吗 不用上班的吗 你们的钱到底是从哪边来的呢 就是因为民进党执政底下 搞得经济不好 你如果认认真真有一份工作 有一份职业的话 为工作忙都忙死了 为生计忙都忙死了 谁还来认真给你搞这些呢 尤其罢免所提出来的理由 都荒谬透顶 对吧 徐小新被蚊子叮 这也要罢免 那倒罢免个鬼呀 我还很认真 我罢免吴思耀的理由 几十项洋洒洒 所有过去吴思耀在立法院 投了什么票有什么样的记录 他造了哪些谣 他说了哪些谎 他哪一些的建设胡说八道 跳票没做到 通常都整理出来 不过整理出来有用吗 没有用啊 继续投他还是投他 王定宇是房客 有用吗 没用啊 投他的继续投他 这就是整体台湾 民进党支持者的堕落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腹路全修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